让 电梯抄载 请乘坐其他电梯 老头 自觉点出 你怎么都推老人家呢 是你进来才抄中的 要出去也是你出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出去 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和霍祖的关系 不管你是谁 赶紧给爷爷道歉 这女的是眼睛瞎了吗 连安娜姐都敢怼 看她这样子是来面试的 敢得罪安娜姐 肯定过不了 懒得跟你们这种人废话 爷爷您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小姑娘 没事就好 你叫什么名字 宋世宁 你在霍氏上班 我是来面试的 我看好你 你一定会通过的 见人机 丢些洞 您不知道能去遇见霍祖 霍总怎么可能来面试 我们这种小角色 要是能进密书部就好了 说不定 还有机会和霍总近距离接触呢 宋世宁是哪位 我 进来面试 霍总 我们的人没有在机场接到老爷子 老宅呢 也没有 臭小子 老爷子 爷爷 爷爷 您这身体还没痊愈呢 怎么偷偷回国安 你还好意思说 这都一年了 怎么也不带孙媳妇来见我 你小子是不是根本就没结婚呢 这结婚证不是给你看了 你让我看的就是封面 爷爷 你当你也独度了 我不管 我要见孙媳妇 见不到孙媳妇 我 我就不活了 好好好 只要您答应我把身体养好 我 想带你见孙媳妇 行 我就再给您一个月的时间 对了 今天你们公司 有个叫宋世宁的姑娘来面试 您得把她招进来 爷爷 咱们公司招人看的是实力啊 都到公司面试 这实力肯定是有的 那个叫宋世宁的姑娘啊 人美心善 我看好她 行 我把她招进来 走吧爷爷 我送您回去休息了 不用 我自己回去 宋世宁 三位面试官好 这是我的简历 是你的 这么巧 我完了 你可以滚吧 为什么 你还没看我简历呢 不需要看你简历 像你这种货色 还不配进公司 带着你的简历 滚吧 带着你的简历 天呐 贺总 你算了点啊 你不就是因为我得罪了你 所以故意针对我吗 我就针对你了 怎么了 刚刚是你欺负老人 再就是你不对 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 公司用你这样的面试 管我还不灭了 爱面不灭 怎么这么眼熟 点击下方观看全集